各位好,港股即將進入五市中段 我們看看港股形勢,這張是恆生指數的日線圖 大市開了之後,接下來連續錄得第三支的陰燭 看收市形勢也會這樣,形勢非常不妙 而主要的技術分析指標是全面利膽 看看小視圖,小視圖一開跌下來,現在在低位存定 技術分析指標方面,RSI剛剛想升到五小時平均線上 其他都是你膽的,好友應該暫時停一停,更多退手 今早我講過的中芯國際,它一開始,是威威威勢 升上28.8.5 所以我們要將這個價位改一改 本來是28.8.5,改成28.8.5 以此計算,0.236和0.382的調整水平 就是26.3.41和24.7.89 如果再跌深一點,0.5%的調整水平是23.53.5 我今早也給了兩位大家看 5月18日的20.7和6月24日的26.8 第一個是20.7,5月18日 怎麼找的呢?很簡單 在日線圖上 看看,5月18日的20.7,不是高位 至於那一個的26.8,有人說 6月24日找不到 我們看看,6月24日 6月24日 對呀,沒有26.8 怎麼找出來的呢? 這裏一路升上 你當然看不到 你要測細它 在一個小時圖上面 OK 這裏不是曾經一個高位 落回來一個低位 再升上的 這裏不是一個關鍵的低位 26.8 在24日錄得 就不是全日低位 不過是中間先升後跌再升 那一個低位26.8 你看一看 小時圖 高開 小小 跌下來 然後偏穩 再回到 回到 demi 如果收視之前 不是顯著回升的話 也要大幅回升 今天應該是 邂途破腳 利淡轉向形態 是陰陽足分析法內 第二威力最大的 来淡转向原态 我们讲完这个表着 我们再看看 中芯国际 现在这一刻 挂牌托着最积极的是哪个? 一个就是 中国投资信息 而压着价格的 不让它反弹的 主要是两个 带头的是花旗环球 根据它做事的是 中芯李昂 形势就不理想 最后 看看美指期货是 301.62 恒生指数 依此计算是24345 不过现在恒生指数只有24239 是偏低 0.438% 国企股偏低的幅度 差不多 而红炒偏低的幅度 港股似乎 今天在6月份 期货期权到期日 被淡油大部控制 大局之后 明天 场外股票期权到期 都走势不宜乐观 今天的分析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还有明天早上 我会分析241阿里健康 大家到时留意 别忘了